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我們這一集同大家更新一個在賭場發生的新聞 今個月的14號5月14號 有一個19歲的大陸男人懷疑他賭輸錢之後 在路騰酒店竟然搶劫換錢黨 搶了97,000元港幣的斷政 這個疑犯立即報假案,屈返換錢黨說被換錢黨搶劫 施警接報道場調查,拘捕男人及負責接莊三十幾歲的內地男同黨 亦即時起回莊款,案件移送發辦 這個涉案男子由於未夠法定年齡進入賭場 這個案件已經通報被駁監局 其實這些換錢黨在澳門來說現在的風險都幾大 因為你其實除了門檻低,個個都做得之外 亦都有一個風險的,就是個個都可以搶得你,騙得你 譬如有不少換錢黨被人拿這些假錢就賺個笨 當然當中亦都是有些換錢黨是拿著練功券去騙人的 這件事兩邊都有,但是發生得比較多就是換錢黨被人謀殺 那麼這個案件其實自從賭廳沒有了之後,在澳門是發生得非常之多的 今次這一單就是他去了搶人錢 搶完錢之後還自己走去報警,說被人打劫 這些叫什麼?叫惡人先告狀?搶完人還要屈回人做什麼? 想著警方會幫回你轉頭,你報案才等於你對吧? 那麼我十九歲仔就不要沉迷賭博啦 未夠法定年齡就進去賭場就輸了錢啦 等你再大小小是不是要輸身家? 另外還有一單案件,這單案件又是賭仔輸了錢啦 挺而走險接連多次偷走其他賭客一共三十五萬的財物 那麼施警在今個月的十二號,在路騰某個酒店捉到這個疑犯 經過翻查紀錄,這個疑犯在涉及十二號同十號的三單賭場賭涉案件 那麼這個疑犯就承認作案,就說自己是多次趁著其他賭客 專心賭錢就將對方放在椅背,或者座位旁邊的手提包偷走 這個疑犯就姓屎的人男性三十四歲,報稱就在大陸從事房地產 現在就告他加重盜竊罪送去檢察院處理的啦 那麼一向都講的賭場是一個複雜的地方啦 那麼很多人輸了錢之後,原本他不是會偷東西的人 都會想想辦法賺到些錢去令自己翻本的 那麼偷東西或是偷馬是一個對他來說比較快的捷徑 所以很多人會挺而走險的 其實偷馬這件事每日賭場都會有發生的 那麼他現在這個他就是偷人家的財物 偷人家的袋子呀背囊那樣咯 其實你偷完你沒得走,人家一查CAM就找到你出來的啦 是一個非常之蠢的行為呀 好了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